天氣越來越熱了 冷卻動物也都開始出來活動了 尤其毒蛇現在在夏天這個時候 可是山裡面到處趴趴灶呢 但是它出現了一個地方 哪裡呢 在日月潭 你先來學這月潭 可要小心了 鍾伯 毒蛇耶 日月潭耶 而且我跟你講 這毒蛇是眼鏡蛇 Cobra 你知道它有多粗嗎 我們從照片中可以看到 他們這次發現的眼鏡蛇 當然啦 這個眼鏡蛇它已經死了 被發現了它就已經死了 等一下我們會來公布它的死因 那它的長度大概有180公分 然後有多粗 跟寶特瓶一樣粗 來 日光你看 寶特瓶喔 一隻眼鏡蛇 它跟這樣一樣粗 但是180公分 觀眾朋友想像一下 日光大概就有170幾嘛 170 所以這隻蛇如果把它拉起來 大概就有這麼高 然後又這麼粗 那比我還高嘛 對好 那我們都曉得蛇它會 在下面盤著然後這樣子起來 對不對 對 尤其眼鏡蛇的特性 所以它的長度就被縮短一點 可是根據目擊者表示 當他們曾經在附近就看過有這麼大的蛇 即使它是這樣攻著的都可以到立剛里這邊胸部 那真的是蠻大型的 那真的是蠻大型的 公斤 但他說這次觀看它的遺體啊 它的屍體啊 就覺得這隻不簡單 比它捕捉過的都還猛 到底有多猛 到底有多毒 速度快 這就是它猛的地方 所以我們以前不是有講成龍拍過的片叫蛇型雕首嗎 速度很快 那有多毒 我跟各位說 我們都曉得眼鏡蛇有毒液 你被它咬到的話那你就會喪命 沒錯 但是它不一定只咬你喔 它也可以用噴的 它可以用噴的 它如果在情急之下 它的毒液喔 各位請看影片中 有沒有 它已經是開始對你吐蛇性了 你不用懷疑 它準備已經要凶起來了 它已經在警戒囉 對 這個時候如果你再去逗它 它整個人就攻起來了 那攻起來呢 就露出白白的脖子與腹部 據說這隻跟手掌一樣寬喔 然後就這樣對著你 那對著你這時候呢 它還不會馬上衝出去咬你 它會先什麼呢 先噴毒液 噴毒液有兩個目的 一來是吸引你的注意 二來那當然就是要 先看能毒到你哪 就先毒到你哪嘛 這個毒液是透過眼鏡蛇的毒液噴出來的喔 然後呢 這個毒液曾經有這個 就是解剖之後他們去看 那個毒液裡面呈螺旋狀 螺旋狀 所以當那個毒液從毒液的螺旋狀的管道 噴出來的時候呢 就好像槍的什麼 槍膛一樣 我們不是槍膛裡面都有螺旋狀嗎 對 對不對 就這樣子噴出去 螺旋狀讓你噴得更遠 最高可以噴到一兩公尺 最高可以噴一兩公尺 我現在跟立剛這樣子站 大概就是差不多兩公尺左右嘛 我們這樣距離 對 我只是一隻蛇喔 我就噴 啪 那你猜立剛會噴到你哪裡 他哪不噴 他就一定可以噴到你的眼睛 因為眼鏡蛇 他其實視力不是很好 那他呢就可以怎麼樣呢 感應到光源 感應到光源 那人會反應光源的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你的眼睛跟頭 糟了 噴到眼睛就麻煩了 所以他就憑他這樣一個天分 一噴就噴到你眼睛 還好我戴了眼鏡 我跟你講喔 很多的這個影片中喔 他們故意去鬥眼鏡蛇噴毒液喔 他們都是戴眼鏡 戴那種很大的那種有沒有 像猜眼鏡 對對對 然後我曾經看過一段影片 剛剛不是給立剛看嗎 對 他還說噴的我手上到處都是 還好沒噴到眼睛 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重點 你手上不能有傷口 不能有傷口 對 它會隨你的血液進入你 這樣大的超級眼鏡蛇 它有沒有天敵啊 有 我跟你講 這個天敵呢 各位有沒有看過神雕俠侶 裡面不是有一隻 噢 這個叫大彎鳩 對 我跟各位講啊 這一次在剛剛那個眼鏡蛇的遺體旁邊啊 有發現大彎鳩的羽毛 所以幾乎他們可以肯定了 嗯 這一次在玉瑞潭發生的這個 所謂的眼鏡蛇沉屍事件 就是大彎鳩所為 好 他攻擊他 大彎鳩 你別看他體型沒有眼鏡蛇那麼大 他的這個都是鳞片 蛇咬不進去 然後他專門喜歡吃什麼呢 腐肉 蛇 蜥蜴 原因很簡單 我腳把你踩住 你都軟綿綿嘛 我一把你踩住 你就跑不掉了 對 然後呢 他再把你叼走 或者是攻擊你再吃掉 這一次為什麼他能夠把蛇給咬死卻叼不走 對 為什麼叼不走還留在那邊 因為他太重了 他叼不走 我剛剛不是跟你講他超大的嗎 107 跟寶特瓶一樣出嘛 180 大概差不多要五六公斤 他叼不走 所以就放棄了 那另外呢 他的翅膀又長又關 你知道嗎 像我剛剛在跟國安在聊 他說其實大關鳩 在古代的記載中 他本來就是蛇的克星啊 其實一般你知道 就神雕俠裡也是有所本啦 因為大家如果記得 剛剛中國提到那隻神雕 其實那隻神雕有沒有 楊過斷臂之後 去修煉那個 有沒有 獨孤求拜的那個全鐵陣劍有沒有 他是怎麼樣 這個增強內力呢 因為神雕每天去 把那個蛇給咬死 然後把那個蛇膽灼出來 讓這個楊過增加功力 對不對 其實呢 本來因為這個大關鳩 他就是蛇的克星 尤其是毒蛇 所以那個在小說裡面 楊過吃這個蛇膽之後 不但功力倍增 而且呢 還逃過了這個 秦花之毒的這個發作日記 把他講得很神就對了 對啊 可是立剛 那大家就想說 那還好有大關鳩在嘛 那以後就靠你來守護我們就對了 對 大關鳩也是保育類動物 我跟各位講 當地 他說目前當地 大概也不超過30隻 所以你不可能都奢求 大關鳩去攻擊蛇啦 對 剛剛中國講到一件事情 這大關鳩的數量沒有超過30隻 但是呢在日月潭今年夏天 就已經抓到30隻的眼鏡蛇了 奇怪 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日月潭以前沒有那麼多蛇在那邊 為什麼最近這麼多的眼鏡蛇跑出來啦 所以說啊 所以說我跟你講 很多人就百思不解 尤其什麼 尤其是當地的 因為瑞潭屬於魚池 魚池鄉 魚池消防分隊的抓蛇好手 已經抓了20年了 從民國80年抓到現在101年 他說他剛剛去80年 剛剛開始在那邊服務的時候 一年最多抓兩隻 然後一年才抓兩隻 抓兩隻 對 好 921大地震以後 民國89年大地震以後 欸 這地震把蛇引出來嗎 嗯 一年抓十幾隻 所以他覺得很奇怪 然後那時候一開始懷疑 是不是有人把這個蛇放生 果然 你知道今年抓了幾隻 魚池分隊 抓了30幾隻 而且都是眼鏡蛇 光今年一年 光今年 暑假都沒過完欸 暑假 對 還沒完畢 還沒過完一半欸 立刻 生物界不會發生這麼大的失衡狀態 所以肯定是有人放生 而且有人在部落格上面 這種 放生的善心團體說什麼 你知道嗎 說了看你要不要笑 他說 我們把毒牙拔掉 我們跟他拜拜 他就不會再咬人了 你看 他把毒牙拔掉 放生了幾隻 他們不會互相交配嗎 還會生小蛇 還會生小蛇 不是再來 還是有毒牙 我懂了 小蛇生出來不會沒毒牙的 沒毒牙的蛇 並不代表生出來的蛇 會沒有毒牙 這是什麼邏輯 因為他們根本沒有辦法 突然回到 他是在被豢養的環境之中 他又突然回到山林裡面 他們根本活不下去 不知道什麼祕食了 你到底是在害他 還是在幫他 所以我們今天特別講這件事情 希望三星人士 就是你購買這些蛇或鳥或魚去放生 你有沒有考慮到 對生態有沒有影響 還有他們活得下去嗎 你們到底是在害他 還是在幫他 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們在自然中發現了許許多多的 一些外來的物種 或者一些不該在這個地方生存的動物 你要特別注意 不要隨便去放生動物 這才是最重要 但我們剛剛講到日月台 超級眼鏡蛇出現了 國安還有沒有更毒的毒蛇 立剛 在講這個毒蛇之前 我要先講一首詩 有沒有 主鬥燃鬥雞 鬥在輔中氣 對不對 這後面兩句有點忘記 對啊 但是這首詩是神儀呢 神仕同根生相間和太極 對不對 曹植 七步成詩 七步成詩 對 如果很不幸的跟郭彰彰報告 如果曹植當時呢 被這樣的東西咬到 他講完這首詩之後呢 就直接沒命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毒蛇 叫做七步虹 大家注意這句話 前面 台灣民間流傳被咬之後 七步之內 就會死亡 換句話說呢 假設曹植真的被他咬到 那他也活不到以後了 也不用被什麼 放逐或幹嘛 贏完屍之後 他就直接死在哥哥的前面 也不用相間和太極 所以 鎖鏈蛇 也就是七步虹 可不可怕 非常可怕 他非常的毒 因為他的毒性呢 具有神經性跟出血性 而且呢 畢剛有沒有看過果凍 有 果凍QQ的是不是 對 我告訴你 如果今天被鎖鏈蛇的這個毒液 滴到你的血裡面的話 你的血就變成血洞 就跟果凍一樣QQ的 對 馬上就不能動了 對啊 所以這個毒蛇真的非常恐怖 而且凍成血洞 只要二十秒的時間 這個是做過實驗的 所以呢 其實喔 這個蛇呢 在斯里蘭卡 因為不只在台灣 有這樣的蛇流傳 在斯里蘭卡 據說每年有超過一千人 因為被這個鎖鏈蛇 也就是七步虹咬到 而死亡 所以說呢 像這樣的蛇流傳在這個山林裡面 其實真的真的非常的恐怖 而且呢 其實這個實驗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血洞的實驗 其實是有被拍成影片 潑上網的 全世界兩百多萬人看過這個影片 可見他的威力 真的很恐怖 但是我們還是要補充一下 雖然他很恐怖啦 但是在醫學上面 還是會有一些價值喔 他也有一些價值 據說這個血有病患喔 有沒有 因為大家都知道血有病就是 血小板的凝固有點問題 對 那所以說呢 其實呢 在這個毒液喔 就是七步虹的毒液呢 把它稀釋到一個程度 比較不具有毒性的時候 但它的明血功能還在 使用在這個血有病患的 這個治療上面呢 據說呢 是有一定的效果 剛才國安講的 有醫學用途喔 他的毒液裡面 還有一些酵素 有工業用途 像日本今天生產的 超級味精 那種超級調味料 就是用他的毒液裡面的 酵素生產的 還有醫學用途 所以日本人 當時研究他們的毒蛇 還有很多論文發表 台灣在毒蛇研究上 是世界上是相當有名的 聽見大狡怪 越南現身 廣告回來 告訴你